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林影响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赢家的彭富里 来跟大家来聊聊 NAD全球限量的3050的Limited Edition限量的版本 NAD的50周年 特别推出这个50周年纪念版 彭富里你跟我们聊一下这个50周年的纪念版 好的 那其实很多NAD的发售友都知道 最有名的一台是可能很多人用过的3020 或是说它后续的3020i这个机种 但是比较少用它的3030这一台 比3020更高阶的算是3020的老大哥机种 今年50周年的3050L1限量版 其实是参考当年 30这一台比较高阶的扩大机 它的一个复刻版最大用意 第一个一定要还原当年的氛围 包括说它的外观 因为3020虽然有名 可是毕竟它是最入门 第二个可能大家有印象 好几年前 NAD就出了D3020这台小型的数位扩大机 那时候已经纪念了3020这一代名机了 现在这个NAD50年的企划 他们就改由复刻3030这一台经典名机 当初最一个最大的特征 就是它有很漂亮的类比的UV的马表 包括说它有很强烈的70年代的一些复古氛围在 当然它型号不能叫做3030复刻版 因为是50周年 所以干脆就把型号直接命名成3050 这个50周年的L1限量经典版 OK 当年也是这样的木皮的颜色 是的 当然现在的做工来讲 应该是做得更精致 是 内部的部分的技术 跟目前现役的这个399之前的这个388 这个系列的它的放大的模组的部分 有一些不一样 好 那很多人一定会问说 这是3050L1 那内部为什么不使用现在最新机种399的N-Code 一定会有很多消费者有这个疑问 那其实这一次50周年纪念版 NAD在企划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目标 除了氛围以外 那这个声音一定要完全附和当年青年代那种传统 AB类扩大机的类比味 因为有很多人反映说 噢这个D类的扩大机 声音非常的中性 牵听这个解析度非常的高 这也是为什么他不用N-Code这个后级模组 大家都知道说C369跟N10 他们都是用N-Code的后级模组 但是N-Code是现在更先进的N33的Pureify 或是N23这个后级的Pureify 他们都是非常高解析的后级模组 而且他们的D类的特性过于明显 那NAD为了要重新复刻当年七八年代的复古生 他们依然决定了重新采用了UCD 因为UCD的后级模组比较能调音 还有一个重点是他不再用N33 N10 美国ESS的晶片 因为大家都知道ESS 从它过去有名的9018到现在38 9038 他们都是非常中性监听的 如果以条例来讲的话 没有办法实现当年七八年代的类比位置 所以他们万中不断的去测试 挑了一颗Brun PCM50242的一颗经典的晶片 当年有很多类比的这个扩大机或是DEC 也有用过这一颗晶片所发出的声音 虽然是D类扩大机 可是完全是一个类比位的一个呈现 这是NAD它出这台50周年纪念版最大的一个目标 因为这一次50周年版 因为它的创始年是在1972年 所以全球限量是1972台 那在它的背后的背板都有一块 电镀的金属名牌 算是一种特别庆祝这个50周年的一个开发出来的版本 其实后续这个经典版的1972台发售完了以后 NAD有计划再出它的普通版本 那到时候普通版本 就会省略这个木框 改成一般这个铁壳的外框 那当然这个电镀名牌就不会再拥有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纪念版特别已经内建了5OS串流的模组 还有这个Directed Leaf的空间校正的技术在里面 那如果你买了普通版 那就是在额外的在添购 那但是这一次的限量版就一丝给你了 那董辉尼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它的面板的部分 它是恢复到之前的这个类比操作 除了高低音以外 那一样有附AV组的喇叭的切换 比较有注意的就是说 它适用的那个喇叭的阻抗 一般的阻抗是4欧亩到16欧亩 可是如果說硬碟AB組同時使用的話 請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兩組的喇叭的主抗 盡量在8Ω以上 就是不要用到4Ω 比較會容易過載 另外來講的話這邊平衡還是會有 然後這個很直覺的這個訊源切換 那如果要聽Pro OS的話 其實遙控器上還會有 按一下的話 全部的燈沒亮 其實就是在切換成Pro OS的播放狀態 最大的一個特別是這個UV的這個碼表 那大家也會看到UV版本這邊底下一個DV 上面有一個瓦數 那這個DV是你輸入訊號時候 輸入的音壓的跳動的一個訊源的輸入 那你調感如果是改成Speaker Out 就是變成瓦數的一個那個針 這個在說明書上有寫 其實這個碼表的顯示有兩種形態 後面就是有調感 可以做切換這樣 很多的碼表它其實算是不能切換的 功率指示 功率的指示而已 它沒有輸入訊號的指示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音量顯示 有一個LED的燈條 當然主要音量最小就是橘燈 或是你靜音的時候也是橘燈 還有一個最特別的是說 這邊有兩個指示燈 第一個是Pro OS的指示燈 第二個是藍牙的指示燈 那Pro OS的指示燈大家現在看到的時候亮藍燈 那大家知道說它 NED相應用的是Pro OS的系統 對 藍燈其實代表後面有接通網路 是 有開啟這個Pro OS的APP在運的系統 如果是斷網的時候 它跟服務商那邊一樣 是顯示這個預設的 或是說它有各種狀況 譬如說在升級別的燈的顏色顯示 這也要特別講一下 藍牙的燈目前還在規劃 以後的任體升級 NED會再給我們一個指示 好 關掉我們換到背面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中間有一個透氣網 還有就是木皮可以看得出來 它裡面的電路部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背面 50週年的這個紀念的鍍鉻的牌子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模組卡 Pro OS的模組卡 網路的部分是無線的 以及 有線的也有 對 包括RZ45的接頭 USB你可以接接聲碟 對 直接播裡面的音樂 支援FAD32的 是 HDMI它有支援EARC 如果說你加裝了Smart TV的時候 可以回床回來 是 同融光纖 這個也 它本身也有附一個Pono的暢融放大 是 M-END M-END暢融放大 這個也是 對 那是維修跟任體更新 還有就是 一般的LINE IN 外部輸入 以及 低音的 SUBOUT SUBWOVER的低音輸入 一樣可以接槽低音 對 那這個部分 Pro OS就有可以設定 你要不要接槽低音嗎 可以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分辨 可以設定 還有一個 Pre-IN跟Pre-out的功能 就是可以加後級的部分 那剛剛你講的AV的部分 就在這邊 有兩組 對對對 OK 好 好 黃副理 是 可以再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這一台的 擴大機 它功率的部分 基本上 它平均輸出功率是 升到是 8歐摩 4歐摩 恆定 輸出功率是100瓦 是 那這個100瓦 滿有趣的 很多NAD發燒友都知道說 我們現在最夯的 N10 V2 它剛好就是低了100瓦 是 所以說 有蠻多消費者問我說 那我該買一樣100瓦 N10還是買這種 比較經典的機種 剛才已經有提過說 這個3050 它們NAD的一個目的 要復刻 所以說 它們跟N10強調的 會不一樣 那N10強調是年輕 動態 有速度 有衝擊性的 滴類的新聲音 那 3050 L1限量版 它強調的是 沈穩 內裂 所以說 一般我們會再建議說 您聽音樂的方向 搭配了這個揚聲器 依這兩台 同樣是低類100瓦的特性 來去做不同類的搭配 有沒有比較建議的 揚聲器的一個參考 這樣子 我覺得3050 L1 是像一個傳統英國的老聲勢 是 冰冰有靈 我覺得它除了溫和以外 它還有一種內斂的精神 所以說 我有做一些 這個喇叭的搭配的一個測試 那我建議的方向 像剛才它這一種聲音的特性來講的話 可以搭配一些比較音系 甚至是比較復古音系的方向聲音 因為傳統 音系的喇叭 大家都知道它的中音比較突出 對 在公司的時候 我迫不期待 去放蔡琴 或是說放一些鄧麗君的人聲 或是說 它既然是在七八年代的產物 那就放一些英國的老搖滾 像騎柏林飛船 或是說 美國的波士頓合唱團 我覺得那個人聲 給我的感覺是非常的舒服 跟溫潤 它的高音 不算特別的突出 那它的低音 也不是說那種 讓你感覺說 那個對行刮那種 很悶很低沉的聲音 它該有的胖曲 它還是會有 是 我在放那個 平克佛洛伊的 大塞爾人目 這張經典 這個CD的時候 是 發現它除了一些 它該有的那些特製的音效 像裡面有很多收音機的聲音 音音噹噹噹的一些 特別的音效的細節 它還是表達得非常的清楚 那個輪廓是非常的 有條有理的 是 那它的速度感 比較沒有那種 衝擊性 但是基本上它 節奏或那些的感覺 動態 它不會說弱拍子 但是我還是很建議 如果說你很喜歡那種 傳統英國的老聲音 又特別喜歡人聲 都非常的適合 而且非常的多出 甚至我覺得它關於人聲播放 給我的那種舒適感 甚至比這個M10還要強烈許多 是 這是我的感覺 那其實它有內建 我是覺得說它有內建 DRAID的空間校正 對 這可以幫助到大家在空間上使用的 對 對 剛剛那個老闆提了說 如果說你家裡真的是 有很多比較大型的德系 或是米系的喇叭在搭配 對 其實音響就是這麼好玩 對 你也不妨去搭配看看 如果有什麼 還要再提升的地方 你也可以用空間校正 去優化 來把它優化 還有這個 直接已經內建了 NAD現在應以為傲的 BOOS的這個串流技術 甚至DRAID空間的校正技術 好像它該有的幾乎都有了 甚至讓你接電視有 HDMI、AR7這些功能 我覺得說 一台不到10萬塊 又這麼有紀念 性價值 又這麼在機能聲音 幾乎到達的快 不敢說滿分 至少可以包均滿意 是 如果說對解析 或者是性能要求比較高 你可以往Master系列去走 原廠推出來也是 1972台的這個數量 所以這個紀念性的時刻 然後你要再買這個 50周年紀念版 就沒有了 就一批到了 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想買 就趕快下手 不要猶豫 一猶豫 下一個機會就沒有了 有時候限量是殘酷 我終於理解這句話了 我們大概聊一下 就是關於這個平台的部分 那RoomReady的部分 也是都是支援了 各大平台 包括像Tidal Spotify KKBus Kubus Kubus 全部都有支援 這個是 是 然後在解析度的部分 剛剛你講的那個PCM的5242 我剛剛跟彭弗里在聊 雖然是一顆老的deck的chip 但是還是能夠做到384K的高軌的解析度 因為我們台灣這邊 也很幸運的搶到一些的數量 但是真的全球真的只限量 1972台 所以說我是還是要在這邊 這個提醒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想下手就要快一點 也許這個一個禮拜就沒有了 對對對 這個一到貨 經銷上大家幾乎就已經強光了 沒有錯 對 好 那謝謝彭弗里的提醒 那影片前面的觀眾朋友 知道了 我們穩立拿到的貨也沒有很多 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可以再歡迎來電話詢問 我們下面都有我們這個公司的電話的詢問專線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彭慕妮 謝謝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 開桌 謝謝 calculation 感謝 掌握